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次主要这边非洲这边的朋友 然后请大家的话一般都会来这边 这边做饭还挺好吃的 而且其实人群消费就是100块钱 不止150 100到150吧 150 好150 他消费不便宜 150人民币 这个地方挺漂亮的 然后大家能看到 刚才前面是有个购物中心 新工具的购物中心 然后这后面是五星级酒店 然后还有casino什么的 有赌场 有购物中心 有吃饭的生活 我们进去转一圈吧 因为我还有别的 这前方就是casino 看到了吗 就赌场 这边赌场是合法 那边还有个会议中心 这就中国人建的 就比较大型的那个 餐所 里面的这个不是特别大 赌场里面就不让拍了 然后这边就华岸金星区 然后这边就华岸金星区 进去建造给的那个 安归外金 打个车 打个车走吧 可以了 可以了 我们绕一圈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就餐厅了 在非洲这样的规格 就算是很高规格的 里面还有一个小型的电影院 北方电影的 不知道大家就是说在非洲 还去过哪些不错的酒店 中国人开的 大家可以说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的是 金孔雀的超市 购物中心 我们进来看 金孔雀是中国的一个 这个超市 这是超市 产业 这是很高档的地方 这个是中国超市吗 还有建材中心 建材中心 相当于金孔雀 相当于像国内的万达一样 这都有做了餐厅 电影 然后这个购物 然后超市 那边超市 然后今天我们晚上要那个 做点 做点 饭吃嘛 所以来这边超市买东西 你看那边有个 那个就是中国超市 您看到吗 中国美食餐厅 走吧 这边美食餐厅 好了 我们现在要进去看一看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国企 中间那个是马拉维的国企 就这个国家的 因为这个是中国的单位 然后现在这边是金孔雀的 那个购物超市 然后有大地的食品 也有中国食品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食品 很多在国外 都开始推下去世界 就是会看到有些食品上是中文 有些就是英文 对对对就混合在一起 对 然后有些字 你看那些字上面也是写的 特价促销有中文 可能 可能如果不说大家会 哎哈哈哈哈 我看了一下还有点现的 还有点现 好吧 他又遇到老朋友了 他又遇到老朋友了 然后那 那就先不拍了 我这个推荐给大家 这个好吃的 给大家看看 这个好吃 如果大家有机会来非洲的话 可以买这个 当然个人口味啊 我觉得挺好吃的 嗯 这一片 这一个饼干呢 是 嗯 我查了查也查不到 到底具体是男的品牌 但是有时候是南非的 这个品牌的饼干非常好吃 基本上非洲的超市都有卖 嗯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自己的盼盼食品了 就是这个品牌 它上面会写的说 始于1851年 这个有可能好吃 因为有这个东西 我买个尝尝 哦 你可以买一个尝一下 好了 这边的人不是很多 然后可能中国人来的比较多一点 反正看到中国人都很好 拿上火 因为中国人少了 看这 怎么办啊 有山啊 你还有旺旺 我们现在是在非洲的 叫做马拉维的这个国家 好了 这里是饼干区 可以 好 等会再给大家介绍别的吧 这里 我们现在是在非洲 叫做马拉维的这个国家 然后我们到这个超市呢 嗯 如果你只看 金孔雀超市 对 如果你只看英文的部分呢 你会觉得我们到的是家普通的超市 但是你再往后看 等等等等 连粽业这种东西都有 说实在的虽然国外呢 中国超市很多 但是能看到说 连粽业这种都有的 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 然后因为我 我自己很爱喝酒量 就酒量丸子之类的嘛 我刚不但看到了米酒 还发现这里 是真的还有水磨 糯米粉 所以呢 我就觉得我自己出来 来非洲这趟有点无知 因为我还带了很多方便面什么的 就是出行必备嘛 但实际上 这边整排都是各种方便面啊 然后还有你看这些粉丝啊 然后因为今晚我们打算做乳肉面嘛 所以就要买面子啊 然后我就探了一下 像这种在我们国内很普通的挂面哈 你可能就卖两块钱 甚至有时候促销说卖一块几 那这里卖多少钱呢 现在价格是12块人民币大约 所以呢 东西虽然是很丰富 但是价格也不便宜 运过来成本高嘛 对对对 然后这里会有有趣的现象呢 就是你会看到 有一些是英文的品牌 例如像这些 然后有一些呢 真的是地地道道的 什么福建名产啊 然后大家熟悉的各种盼盼食品啊 什么的 这个超市确实是我看到 是很丰富的一个超市了 对对 是我见过的最丰富 因为毕竟是金孔雀的 还是很厉害的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老干妈很火嘛 很红 大家都觉得他业绩做的飘红 我就在找这里 到底有没有老干妈呢 我找了一圈 太能说了 到底在哪儿 我决定还是认个干爹吧 这老干爹没有老干妈 那你说那么多干嘛 就是为了给大家介绍干爹 那卖多少钱呢 这个了 这个干爹卖 2,900的话是29块 简单说29块钱吧 哇 就是说这瓶干爹卖29块 因为运过来很贵啊 哦 那这个真的是挺贵的 倒一倒我们看看还有什么其他酱料 奢侈品 但是我还看到一样东西就是你看 哦 你在国外居然还能吃到酸豆角 哎 我觉得就是爱吃泡菜的 你去北方也吃不到呀 对啊 我还得自己做 而且就买也买不到 但是这里就可以买到湖南的酸豆角 那是 四川重庆也有的了 不是只有湖南有的 黄九啊什么的都有这个地方 好了 我在想这么多卖得完吗 有这么多中国人在非洲这个地方消费吗 有的有的 我觉得应该有很多是等得过去 然后呢大家都会说 哎非洲日照肯定很充足 水果肯定很多 价格肯定很便宜 那实际上到底是不是呢 我们来看这边的果汁吧 首先这个品牌是我 就是之前坐南非航空就有喝到的 算是在非洲非常常见的一个果汁品牌 然后做的都是 做的都是百分百存果汁 大家可以看到哈 百分百的 然后旁边有个人在岛外 然后呢这个现在是在促销 它的价格是八块人民币这一大桶 八块人民币一大桶 正常价格可能是十块 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在进口的柜台 在国内的时候在进口的柜台 看到果汁十块钱一品 也不用奇怪 就是在国外它真的是挺便宜的 因为可能确实丰富吧 比较多 就这么大一瓶只要八块钱 对只要八块人民币 所以呢店长推荐 今天有优惠吗 还可以看到中文 八百九十九 看到中文 买外国食品写着就是店长推荐 好了我们买完一瓶走吧 OK了 我看一下这大瓶可乐 这一大瓶可乐都是一千五百块钱 就是十五块钱是吧 嗯 它果内卖多少钱这么大一瓶 卖五块吧好像 嗯 可乐没那么贵 就是可乐比果汁卖的还要贵 那你喝可乐还是果汁 可乐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不要走 不要走 要喝可乐吧 然后我们现在正在非洲的 大家可以感兴趣呢 对非洲感兴趣 或者对世界其他地方感兴趣 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我去看世界 拜拜 拜拜